我現在在Fairy Bean的水樂園 它叫AQUA PLATE水樂園 不知道它的規模會不會跟八線一樣大呢 無論如何就拭目以待吧 在買看的時候呢 他們會給你這個手錶 這個手錶呢 它有組織的功能 然後所以你在裡面的消費 就是用這個手錶消費 然後如果你要買失誤會的話 也是用這個當作鑰匙來去開門 然後它說裡面平均消費大概350到400塊 但是我們可能會瞎買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存了500塊進去 那裡面是不能用現金的喔 然後這個手錶很重要 如果你把它弄不見的話 需要賠350塊 一定要記得千萬不要弄不見囉 剛剛那個雙人田園圈超屌的耶 就是它不像是一般的滑水 但它滑水到滑進去 居然有LED燈耶 好酷喔 而且裡面超美 連我都敢張開眼睛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衝浪囉 好酷喔 好酷喔 我剛剛不小心翻船 然後我太腻死在裡面 而且救車人都不救我 真的是 是 喜歡下雨嗎 百次就對了 我們今天玩了幾個小時? 四個小時有吧?大概四五個小時有 這邊的規模我覺得比巴仙小一點 它玩的東西比較少 然後它一個人滑的水道 設施比較乾淨 設施比較乾淨沒錯 然後它一個人滑的水道只有兩個 剩下都是要兩個或四個人要組團才能玩的遊戲 然後我覺得刺激度 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大部分我都敢玩 因為像巴仙的話我大部分都不敢玩 然後那個太空艙它很喜歡 所以它也大推大家一定要去搭那個太空艙 然後呢這邊我覺得它的腹地 算是蠻大 休息的位置很多 然後它每個位置都會有陽傘 所以其實巴仙的人來這邊 還可以乘聊 對還可以乘聊 你就不太擔心說會一直曝曬 陽光曝曬會覺得曬傷什麼 其實是還好的 然後它還有一些VIP區 那VIP區啊裡面 它就是一個大Villa 然後裡面有抱枕 是沙發啦桌子 然後重點是它還有電風扇 我覺得蠻高級 可是不知道有多少錢就是了 那這邊的門票呢平常日是500多塊台幣 然後假日六日的話是大約700多塊台幣 這邊交通呢一樣就是靠Grab 靠計程車來到這裡 雖然是很方便啊 離機場的市區都還蠻近的 然後重點是這邊人很少 然後你等遊樂設施的時間都很短 對 大部分都一上去就能玩 要不然最多也就等到5到10分鐘 其實都很快 那每個設施你都可以玩到2到3人 所以其實跟巴仙比起來我覺得這邊好玩很多 所以有來菲律賓克拉克的朋友 一定要來這個水上熱源玩喔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